大家平常努力工作认真投资 但也应该要懂得透过保险 帮自己张开守护的大伞 因应事事无常跟意外 那有关注我们Smart支付月刊 跟商周财富馆的观众们 应该有注意到 最近我们在社群平台上 有在询问大家 你的投保之路卡关了吗 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人人都应该利用保险 为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跟保障 但年轻人 你对保险是不是遇到了一些困境呢 所以我们透过网路 收集了年轻人在保障上的卡关痛点 那Smart就帮大家整理出 下面五个年轻人最常遇到的问题 第一个是觉得自己不需要买保险 很多年轻人表示 自己跟保险的距离很远 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需要保险的理由 保险都是那些已经结婚 有小孩或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才需要 自己不需要买 他也不想买 那第二个呢 是保了医疗险 癌症险 意外险 受险 保了这些就足够了吗 我们这种谈到的另外一种人是刚才 第一个问题的对照组 因为他们早早就买了医疗险 癌症险 意外险 或受险 这些种种的保障 当然呢 其中有一些是父母帮你买的 那有一些是自己买的 可是买了之后呢 就觉得这个保单的内容好像很多 既担心又好奇 因为业务员还是会跟你说有后面很多风险会发生 那这些就够了吗 还是你需要买更多 第三种状况就是买完保险就忘记自己买了什么 又不知道够不够用 这种状况呢 是不见得年轻人才有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才刚买了保险就忘记自己买什么 又是买了哪些险种或是保单的内容也不清楚 所以当下一次遇到保险业务员来说明的时候就会出现 我忘了我买哪些 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那更不知道要不要继续投保 那第四种状况呢 是最常听到意外险 所以就只保了意外险 那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其他需要的保险 这就是年轻人常常说的 就是年轻要先保意外险 保障比较大比较多 所以就先买了这个 但不知道接下来还要不要继续再买 还要再买哪些 如果听业务员说的话 好像每一种都很需要 真的是这样吗 那第五种状况是 觉得保险很贵 一年要缴很多钱 这个状况是很多年轻人反映的问题 就是觉得保险很贵 一年要缴很多钱 对于他们来说会觉得这么贵 缴这么多钱 真的需要买吗 保费要多少才算是合理呢 有没有一个公平的标准 以上面这五个问题 我们就发现年轻人似乎对保险都很迷惘 所以Smart支付就规划了这个论坛 希望我们透过专家的对谈 跟年轻人代表的经验分享 针对这些最常见的问题 我们进行分析跟解惑 今天的论坛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 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经验 第一位是非常年轻的理财作家李勋 李勋来告诉我们 年轻人对于保险的看法 欢迎李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心力李勋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一位专家 全球人寿的商品部副总赖廷宇 Jason 由这位保险专家来帮大家解惑 还有分析保险的重要性 欢迎Jason 大家好 我是全球人寿的Jason 首先我要请问李勋 因为我常常看到你分享自己的理财的 投资观念还有一些行为 但我比较少看到你谈保险 所以今天我想抓住这个机会 请教一下你对保险的看法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保险在生活中 还是算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像我自己在于理财的比例当中 薪水分配 我都是用631 就是10%都是用在于风险规划 也就是保险的部分 那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一个都听过 不知道明天先来或者是意外先到 所以当意外先来的时候 至少我们有这个保险 可以来为我们应付这个意外的发生 就不会动用到自己的紧急预备金 或者是储蓄而影响到自己的理财规划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谢谢李勋的分享 因为真的是不知道意外先来 还是明天先来 不过呢 我们在这一次的调查却发现 很多年轻人都觉得 自己用不到保险 好像保险是一个浪费钱的行为 那这个是真的吗 那这一部分呢 很多年轻人的看法就跟李勋很不一样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 Jason你怎么样来看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观念 那年轻人需不需要保险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 其实年轻人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明天突然需要用50万 那在不影响未来的一年的生活的前提之下 你是不是能够拿得出来 又或者是有谁可以借你这一笔钱 那保险呢 其实它的存在的目的主要是在转嫁 大的风险而存在 那所以呢 例如当自己病得太重 伤得太惨 活得太久 死得太早 这些呢都可能会有 面临有一些庞大的费用的支出 那还有可能会造成家人 因为这样的情形 面临着沉重的财务上的负担 那这时候啊 保险就能够带给你在财务上面的支持 那如同我们之前前一阵子的918大地震 这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到会发生的这种情形 也没有办法预做准备 所以年轻人是否有需要这个保险的存在 就算本身的经济能力非常的好 他其实也要有晴天存粮的一个习惯跟准备 他才能够再去足以负担说 当风险发生的时候 去解决他所需要的一个花费的支出 那这样子呢 的年轻人才能够自信的说 这么大的钱啊 我扛得住 那如果啊 有这样的情形 那保险对于这些年轻人 就不一定是优先的一个选择 那不过啊 如果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年轻人的话 那我倒是建议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先建立起自己的一个 保障的防护网 预防一些扛不住的风险的发生 我们谢谢Jason给我们这个提醒 事实上您刚才提到说明天要拿50万 据我了解很多年轻人明天要拿5万都拿不出来 不要说50万啊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李君 那你自己的有买保险吗 那你买的大概是哪些的保险什么时候买 为什么会想要买 我自己有买保险 但是我先讲我自己买的保险可能不一定是适合大家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 我第一个买的保险就是大学的时候买的 那时候单纯只是说 我想要到银行存钱 然后贵员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买什么储蓄险 反正你手上有这笔钱 我那时候想说好像也是 所以我就第一个人生买的保险就是储蓄险 那个时候要缴6年 那每年大概是2万多的费用 其他保险主要都是以实资实负为主 像是意外险跟医疗险 所以相对来说费用可能没有到那么的高 对于生活上面的负担也不会到想象中那么的大 其实另外一点就是我爸他以前是做保险 就退休之前 所以其实我有很多的保险规划都是透过我爸来帮我做管理的 听到李勋这样讲 我觉得好像很多年轻人的状况也是这样 就是因为您的父亲是做保险业务的经验 所以能够帮你做规划 那有些年轻人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亲戚 去替他做了建议 或者是父母帮他买好的保单 但是他并不清楚父母帮他买了什么保单 他大概只知道我有一个什么保险但也不知道清楚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对于保单的内容的细节他也不是那么清楚 一旦碰到你真的问他说你保了什么的时候 他反而就会问说其实我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我每个月有在缴钱 像李勋这样他能够了解自己拥有什么保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 但是如果是我们说比较多的这个年轻人就是 有保险但其实不知道内容 保障内容是什么的话 那Jason你给这样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其实可以这样讲 其实现在每一家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有推出保护专区 那只要保护去申请这个会员的话 他其实就可以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面 很方便的去查询到自己的一个保单 那不过说实在的现在民众来讲 他不会只单一跟一家保险公司买保单 他可能跟很多家保险公司买保单 那如果要一家一家的去查找 其实还挺麻烦的 不过我们在今年6月1号 受险公会跟产险公会 以及我们的产受险的业者 透过中华电信 还有台湾网路认证的公司 我们运用一些保险科技 然后使用现在的共享平台为基础 然后就打造了一个保险存折 而且已经正式上线 那民众可以透过保险存折 很轻松的去查找到 自己是药保人 或者是被保险人的一个投保状况 那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保险存折的方式 去知道说自己过去 已经买了什么样子的保障 有哪些保险的一个存在 那可以减轻我们在一家一家 去查找我的保险 到底有哪些的一些不便 那除了知道透过保险存折 可以去知道自己有什么保险之外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 就是要定期透过专业的一个保险顾问 来帮我们自己做保单见解 那因为其实人生的各个阶段 其实在保障的需求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要依照你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 我们来调整我的适当的一个保障 那这样子才能够在面对风险发生的时候 可以让保险发挥它真正的效用 那给予我们最实质的帮助 让我们自己还有家人 有多一份安心也可以真正的放心 谢谢Jason的说明 现在真的很方便 我记得我自己 学生时代第一张用的保单是防癌险 那也是亲戚介绍的 但是那之后也陆续再买一些其他保单 但说实在 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因为那真的很年轻 也是学生 所以真的也搞不清楚自己保了什么 所以到后来年纪比较大 有一些理财观念的时候 还要特别去翻一下那个本子里面 那整个保单的那个汇整个夹子里面 看一下到底买了什么 那现在有这个平台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棒 对如果年轻人有很大的帮助 那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个 比较敏感但又关键的问题就是 保费 以李勋你自己买的这些保单来说 你觉得每年或每个月去缴这些保费算贵吗 那你平均一年的花费 你会去算一下说 大概花了多少钱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保险很多种 就是你想要保什么 几乎都可以得到你想要买的保单 但是我觉得有贵的 当然也有便宜的 但是以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现在的保费一年大概是三万多块左右 但其实大概三分之二都是 一开始买的那个储蓄险 因为我还在缴 那其实剩下的十字十付意外险 或者是医疗险 相对来说占比就没那么大 因为他们的保费 相较来说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还可以负荷 可是我觉得在于保费这个部分 如果说很多人会听信朋友 或者是别人介绍什么就买什么 而让自己的保费负担有点太大 因为像我自己的朋友 他就有跟我借钱去为了要缴保费 那我觉得如果发生到这种状况 他就已经压缩到生活品质 我觉得这个保费就不能称之为保障 而是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不方便 谢谢雨军的分享 这个观念很重要 保单 买保险是让自己有一个保障 不是买来让自己痛苦的 变成是一个负担 那就真的很麻烦 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 保费这个交起来 一年因为可能所得也不高 他就觉得交起来 保费好像还蛮负担蛮大的 但是如果又要觉得自己的保险 要能够面面俱到 那好像需要很多张保单 那每个费用一点一点加起来 就是一笔可观的支出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请教接证是说 那到底怎么样的费用 算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年轻人要怎么去预估说 这样算是一个适当的 不会让自己保障不足 同时也不会负担又太重 没错 刚刚李勋提到 适不适合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要讲的是 是说您保险买的时候 有没有满足你自己的 符合你自己的需求 那一样都是年轻人 但是他可能在需求 还有预算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像我们这一次全球人寿 荣获我们2022年 Smart致富保单评选 年轻人保障组合优选奖的双优选 那主要我们就是考量到 年轻人的预算跟需求都不太一样 对于有一些年轻人 他在预算上来讲 是有一些有限 有限然后有一些考量的 那我们针对这一群年轻人 我们特别推出 一年的预算大概只要1万出头 的一个全球人寿意想人生专案 无论他在疾病或者是意外 以及失能照护都能够享有一些 基本的保障 那就可以轻松做好 360度全方位的一个保障规划 那对于一些比较预算宽裕的年轻人来讲 他也可以提早开始对于他未来的退休预做准备 那预算大概是在一年大约25000块左右 那可以透过我们全球人寿金旺潜亭保这个专案 让小资族在奋斗的路上 可以在低保费也可以满足我们有保障跟资产累积的一个双重需求 我们刚才有听到一个关键词就是保障组合或是保险组合 就是透过你的一些保单 然后来对你做一些基本保障的涵盖 这个部分我们先卖个关子 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详细说 不过我想要先问一下李勋 你觉得你自己买的保单给你的保障够吗 其实我每次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然后就想说我这个年纪感觉好像够 可是又有点想说到底够不够 因为总觉得自己保障好像不不太那么的完整 但是刚刚听到杰森说 呃手头比较宽裕的小资族有2万 我就想那我一个月3万是不是好像有点太多 然后想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比较面面俱到的方式 甚至是可以用比较少的资金买到比较好一点的保险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要考虑一下的事情 但我觉得意外真的是百百种 你很难我百分之百真的是防御到各种的意外发生 所以我觉得保单这种东西对我来讲 就有点矛盾 就是当你很年轻 然后又没事的时候买很便宜 可是这时候你会想说我真的需要吗 可是当你真的出事的时候再买 就会越来越贵 谢谢李轩 这个观念确实是大家常常碰到的一个瓶颈 就是说你可能买了一些 但这些到底是很多张还是很充分的一个保障组 真的不清楚 那这个时候就要请教专家 有时候我可能我买了癌症险 像我第一张是癌症险 然后我后来可能又买医疗险 后来我也买了意外险 但这么还有一些一般的瘦险 这些各种的保单 那在这么多险种里面 如果要达到我们年轻人所期待的基本组合 Jason你觉得应该 至少要包含哪些内容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年轻人在规划保险组合 我们基本上建议有三个层次 透过三个层次来逐步建构他的保险组合 那其实听起来保险组合很复杂 那所以我们用 借用孔子的三亿友的这种谐音 来协助年轻人建构他的人生的保障三亿友 那哪三亿友呢 分别是有职有量有多稳 那首先是有职 有职的部分就是 我们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 首先是要做好基本的一个保障 让我们的生活维持基本的品质 那基础保障的部分 大概基本上就像李勋刚刚提到的意外险 就是基本涵盖就是有意外险 医疗险 那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包含像是 重大伤病险 以及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癌症险 这都是维持我们基本的一个生活品质 最需要的几种不同的保险商品 那这样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填补我们未来 在可能遇到的大部分的一些疾病 以及意外 这些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医疗花费的一个支出 那第二点是在有量的部分 随着收入的改变 你可能角色也会不同 你会变成是可能从刚出社会的小知足 会慢慢变成家庭的经济支柱 当成为家庭经济支柱之后 除了考量到自己本身的一个保障需求之外 也要顾及到家人 所以这个部分到这个阶段 我们就会建议开始要去补强 像是长照险以及受险的一个保障 原因是因为受险跟长照险 它其实是可以提供 我们在未来可能面临大量的花费 像长期照物的花费 以及身后金的一些花费 那可以减轻我们未来家人的一些负担 那最后就是有多稳 那当我们这些保障都已经建立了 那人生可能大概也步入中年了 那这时候就要开始为自己未来退休去做准备 那唯有提早做准备 才能在退休的时候安稳的一个大乐退 那在商品的部分呢 我们会建议可以透过像 现在比较热门的利便受险商品 以及年金险来累积一些资产 为了我们未来退休的一个金流去预做准备 谢谢Jason帮我们说明了这么多 那大家听到这里应该知道 保险的必要性还有它的重要在哪里 但是呢我们也要帮助一家年轻人 就是说他还是怕说 如果他买了不适当的保单 那该怎么办 所以如果年轻人要买保单 我想请教一下 先李轻先帮我们说明一下 你觉得有什么该注意或该留心的地方 我觉得就像在买东西一样 一定要分清楚需要跟想要 所以你要买到真的自己需要的保险为主 那我就先以这个基础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单 就还蛮重要的 那其实我觉得保费也是 对于小资者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当你今天保费就像我前面讲 如果你今天保费真的太高 高过于你平常的生活的话呢 其实就很容易会压缩到自己生活品质 那就像我前面也有分享到我都会用631 就10%的风险规划来作为一个评估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的保费金额超过10% 甚至是到15 20的话 对于你的生活 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印象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你就去寻找一个可能CP值比较高一点的 那你可以去询问一下你自己很信任的保险业务员啊 或者是你可以去上网找一下你自己信任的专家 我觉得可以让自己透过保费的保障 来让自己的生活真的变得更好 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Jason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补充 就像刚刚李勋提到的 就是想要跟需要的一个差别 那对于小资族而言 我们会建议在规划保险的时候 要遵守大概三项原则 首先是第一个原则是先保大再保小 因为要去这样才能够扛得住大的一个损失 那重大的损失通常 它的发生几率是一个比较低的 不过通常它是万一发生之后 可能会造成家庭比较沉重的一个经济负担 那这可能会是我们扛不住的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所以在保险的规划上面来讲 在先保大再保小的部分 我们会建议以重大伤病险 或者是医疗险意外险为优先的一个选择 那第二个原则是先保近再保远 这样才能扛住近期会发生的一个风险 保险的规划上来讲 其实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的是 近期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风险的保障 所以在预算有限的前提之下 我们会比较建议是 先投保向定期险的方式 把额度做得比较足够 然后来预防我们近期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 的一个预作规划 那等到我们经济比较宽裕的时候 再来改投保成一些终身的保险 会长久之后会发生的风险预作准备 那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那这个原则其实是希望能够替我们的保护 还有包含我们的小资助 去保有他的基本保障 那一个人最大的资本 其实就是年轻跟健康 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如此 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年轻人在趁年轻的时候 体况比较好的时候 用比较便宜的一个保费 及早来投保 那基本的保障 把它先满足起来之后 避免未来当年纪比较大之后 身体状况比较不佳的情形之下 可能会面临无法投保 或者是保费会被加费的一些情况发生 谢谢两位的分享 我想透过这样的讨论 可以让年轻人更了解 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保障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保险必须跟着年龄身份一起成长 才会是得到一个最好的守护 我们会适时推出这样的线上论坛 继续跟大家沟通 谢谢大家收看 祝顺心 拜拜 拜拜